张艺兴,我不言不履,陪你走完最后一程 近两年,抑郁症成为了时代病,在世界上每十个人就有两个抑郁症患者 在2002年时,抑郁症患者就达到了三亿多,如今已经是2017年末,细思极恐 很多看着光鲜亮丽的明星们,其实被抑郁症困扰了很久 从哥哥张国荣到Kinney乔任良到韩国偶像金钟炫,他们的离去让所有人一看伤痛 金钟炫的离开,可以说是爆炸性消息 据悉,他的韩国后援会战长,在得知他去世后,也随之自杀 陆寒,黄子涛等人也纷纷发博,表示对好朋友去世的沉痛哀悼 以及希望金钟炫再听堂再无痛苦 众多爱豆中,张艺兴罕见没有发声,他们都是韩国男团出身,还是一个公司的艺人,这很多网友都表示不解 后来张艺兴被网友拍到现身韩国首尔俄山医院病医馆吊宴 这个善良的男孩子,不声不响,连夜赶飞机,陪前辈走最后一程 在图片中,张艺兴深入黑色西服,表情严肃,低头不语,可以看出金钟炫的离开对他的打击很大 张艺兴深一直都是一个让人叫得温暖的偶像,他不懈炒作,前进的不像娱乐圈人的男孩子,他的一举一动都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在某发布会上,主持人全程用韩语提问,大家都知道张艺兴作为韩国男团出身的人气偶像,韩语水平毋庸置疑,但是他时刻记得自己是中国人,他向主持人询问有没有中文翻译 世界上最好的张艺兴,最温暖的爱豆,他曾把粉丝的名字写在脖子上,那是人体最敏感的地方,主宰生命的大动脉,可见他是把粉丝放在心里的偶像 希望前辈金钟炫一路走好,天堂再无忧郁 好,天堂再无忧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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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